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河南以及安徽的北部和江苏北部这里 以及山东的大部 河北南部 山西南部 可能会出现大道暴雨 部分地区像山东南部 江苏北部等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当地朋友也是要注意防范的 另外今天在江淮 江汉 还有江南 华南的这带地区 以晴为主 气温自然会比较高 会出现达到或超过35度的现象 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到了明天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带有所向南移动 像重庆大部以及湖南的北部 湖北南部 还有安徽 江苏这一带地区将会出现大道暴雨 明天随着强降雨带的向南移动 在江淮 江汉的这带地区 气温有所下降 退出高温了 但是在江南 华南的这带地区 明天仍然是高温盘踞的 农民朋友要注意做好以水调温的工作 防范高温对早稻冠江的不利影响 北京 雷阵雨转晴 24到35摄氏度 哈尔滨 雷阵雨 18到23度 长春 中雨转雷阵雨 19到25度 沈阳 晴 21到30度 天津 阴 25到34度 湖河浩浩特 多云 16到29度 乌鲁木齐多云 20到33度 银川 多云 19到30度 西宁 阵雨 13到23度 兰州 多云转晴 19到30度 西安 中雨转小雨 24到32度 拉萨 拉萨 阴转小雨 13到24度 成都 阵雨 23到30度 重庆 阴转中雨 25到37度 贵阳 多云 23到28度 昆明 阵雨 19到26度 太原 小雨转多云 19到28度 石家庄 雷阵雨转阴 24到32度 济南 大雨转小雨 22到32度 郑州 大雨转小雨 24到30度 河斐 多云转阴 28到36度 南京 多云 28到35度 上海 多云 28到37度 武汉 多云 29到36度 长沙 多云转晴 29到36度 南昌 晴 27到35度 杭州 多云 28到37度 福州 多云 27到38度 台北 阴 26到31度 南宁 多云 26到33度 海口 多云 26到34度 海口 多云 26到34度 广州晴 26到34度 好 这一时段的农业迹象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农业迹象方面的信息 敬请关注我们其他时段的节目 再见